大家好,本期视频呢,我们来简要说一下NVDA英伟达 英伟达目前从日K线图来说,我们要关注8月14日的这根低点 我们加一条水平线 它的位置 是在 404.074 好,那么我们要关注在9月22日的交易日 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 那么股价将会转为空头趋势 那目前呢,只是一个短期的空头 相对于之前的,我们说自2023年5月24日起涨 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基本上它是多头的趋势 这也是低,低高 那上方一直是头头高 所以如果在9月22日收盘价跌破了403 将会出现低,那将会瓦解这样的一个多头的趋势 从日K线图来说 我们说瓦解的是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 因为短期现在已经建立了头头低低的短期的空头趋势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周K线图 周K线图 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是在20均值的下方 那么如果在9月,也就是说在9月22日,也就是本周五 如果股价能够收盘在20均值的上方 那么我们认为还没有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 只是一个回档 但是如果在本周五股价出现了继续下行 甚至是跌破了前低 也就是8月14日当周 我们在日K线图也看到了是403这个位置 只要跌破它 那么这个空头的趋势就将会被建立 所以如果对于中长线来说 目前周K线图来说应该是中长线 那中长线呢 我们认为如果跌破了403呢 转为空头 这样的话应该是要出场的 我们指的是技术上 好我们再来看月K线图 那么对于更长线 说月K线图来说 我们认为这一波的涨幅 在50%的成本线 也就是在310附近 它将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如果股价这一波回挡呢 那我们认为应该在这个地方会预支撑 而出现反弹 好我们再回到日K线图 那么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目前的中长线是否要离场 从K线上来说 只要股价跌破了403 我们认为就应该出场 好那么我们说股价目前有没有反弹的机会 如果这样一个空头趋势被建立之后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反弹 在450这个地方仍然会遇到压力 会有可能出现折返向下 所以目前我们认为股价反弹 可能到达的高点是450 那么我们说的450和下方的在越K线图当中 我们说的是310附近 这都是基于股价要继续下行而考虑的两个点位 当然我们不排除股价在这个地方 预支撑而出现反转向上 而继续目前的多头 或者说是继续在403到502 也就是它的历史最高 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横盘 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好这是我们对英伟达NVDA简短的一个 叫做描述 谢谢大家的收看